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端加剧持续数月之后 拜登和习近平于周一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 此番接触意味着双方都承认彼此面临着来自全球冲突和经济逆行的挑战 见面开始时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互相问候 双方一致认为不希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爆发冲突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会晤之后 他们承诺将付出更多努力来修复双边关系 双方目前处于几十年来最针锋相对的一个时刻 但这一切都无法掩盖矛盾背后的深刻分歧 包括台湾的未来 军事竞争 技术限制和中国对公民的大规模拒禁 由于事关重大 拜登和习近平的措辞都表明 他们不会把赌注压在不受限制的冲突上 而是压注于他们的个人外交和十多年的接触 可以避免争端的恶化 我们将展开激烈竞争 但我不是在寻求冲突 拜登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希望负责任的管理这场竞争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会议纪要 习近平则表示说 我们作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 要起到把垛定向的作用 应该为两个大国关系找到正确发展的方向 在来到巴厘岛参加G20集团峰会的之前 两人都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 拜登在中期选举中为民主党赢得了好于预期的结果 习近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第三个共产党领导人任期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会议上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 就拜登所说的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展开激烈辩论 而是双方似乎都同意 他们的国家利益已经因为疫情气候变化 乌克兰战争和经济危机而变得脆弱 拜登说 我绝对相信我们不需要再来一场冷战 两人似乎都要急于淡化华盛顿和北京 正在走向对抗的看法 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声称对这个自治岛屿拥有主权 台湾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施压行动的焦点 引发了台湾可能遭到入侵的担忧 但拜登告诉记者说 他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入侵并非迫在眉睫 尽管双方经过会面仍没有在重大的争议议题分歧上 找到共同点 但他们取得了一些共识 其中包括同意重启最近几个月暂停的气候谈判 这可能是朝着避免灾难性全球变暖 而努力迈出的一步 两人承诺继续努力让华盛顿的内阁高级官员 与北京对应的官员更频繁的举行会面 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跟进双方的会晤结果 于明年初访华 两位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也表明 台湾仍然是他们最危险的潜在冲突点 中共领导人和许多中国人坚定的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大多数台湾人则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 让人自豪的民主社会 永远不可能在中国的主权之下生存 近年来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 紧张局势出现恶化 因为中国的军力越来越接近于尝试 要使用武力争夺武统台湾的控制权 从而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对抗 在魔能两可的一个中国政策下 历届美国总统都表示 承认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但并没有达到认可或接受这一主张的程度 拜登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比最近几任总统更大胆的立场 他曾经四次表示 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将保卫台湾 但其他美国官员坚称这不是正式政策 在周一的会晤中 拜登说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也警告习近平 中国对该岛的强硬立场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 最终可能会危及全球经济 根据中方的会议纪要 习近平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是美中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虽然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公开评论直接了当 但他对拜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 发出的恳求却做出了较为含糊的回应 与拜登政府对会谈的描述不同 中方的会议纪要并没有提及两位领导人 都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核武威胁 相反根据中方的说法 习近平说 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的办法 而且大国对抗必须避免 双方在经济问题上针锋相对 拜登告诉习近平 美中必须在债务减免方面进行合作 这指的是政府官员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 一直在推动的一项工作 希望能避免发生连环性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这一项目标准备免发生了一项目标准备免